热转印与热升华有什么不同?两大比较一目了然。热转印与热升华是目前数位印刷中常见的应用技术,透过热转印设备的高温、高压,可成功将图像转印到商品上,比起传统印刷更节省成本,使用起来也更便利,人性化。 不过热转印与热升华究竟是什么?还是很多人不理解,接下来一生要为您介绍什么是热转印与热升华技术。 热转印技术的三个主要步骤如下,将图纹印制在转印纸上,将印好的转印纸放至成印物上,经由热转印设备加压烫印,热转印是指经由高温,高压将转印纸上的图样转印到成印物上,统称为热转印技术。 多运用在马克杯,T恤,手机壳,杯垫,提袋,瓷砖,帽子等商品,根据成印物的尺寸与材质,可挑选适合的转印设备。 热转印机更有分成大小尺寸热转印机,双宫位转印机,开合式平烫机,真空热转印机等各种机型各有不同的优势。 转印纸上有一层转贴膜,设计完成的图纹可透过热转印印表机列印至转印纸上,接下来将不需要的区域裁切掉即可。 什么是热升华? 热升华墨水加热达到特定的温度之后,墨水会由固态升华为气态。 当温度下降后,墨水再度还原成固态,这时墨水就会渗入转印物品的表面缝隙,达到转印的目的。 衣物布料由有机聚合物组成,在高温下,布料中的聚合物孔隙变大,这时因为加热而气化的墨水分子就渗透到聚合物的孔隙中。 在衣料冷却后,墨水又还原成固态,墨水凝固在衣料孔隙中达成转印的效果。 市面上有非常多种热升华印表机,尺寸与功能也有所差异,以下将透过三大指标教您选购适合的热升华印表机设备。 1.尺寸 热升华印表机设备的尺寸会关系到转印的范围大小,尺寸大的热升华印表机可印制大型的抱枕、布片、衣料等。 大型的热升华印表机推荐Epson ShortColor SCF530,除了A3、A4尺寸单张列印,也提供卷筒式列印,印刷宽度达60公分,让消费者能轻松转印大型材料。 若客户为小型创业,工作室空间较小,可参考Epson ShortColor SCF130,可A4小尺寸单张印刷,虽尺寸小,它可印制的商品也非常多样,包含马克杯、衣服、磁盘、帽子、杯垫、毛巾等商品,设备重量仅有4.6公斤,比起F530,F130可帮助您在最节省空间的情况下制造出高产能。 2. 印制速度 印制速度直接影响人力与成本。Epson ShortColor SCF530这台设备A1大尺寸普通纸单张印制完成仅62秒,提升转印效率,让印制工作更有效率。Epson ShortColor SCF130虽然是小尺寸设备A4单张列印也只需要65秒,印制速度与同为A4尺寸的Epson L805相比,印制速度快了接近3倍,是您的最佳创业伙伴。 3. 连接方式 有些热身滑印表机无法透过Wi-Fi连接,只能透过接线方式连接,降低设备的弹性运用,空间上也受到一定限制。 这时有Wi-Fi功能的热身滑印表机就很适合Epson ShortColor SCF130以及Epson ShortColor SCF530接支援Wi-Fi连接,让印刷更便利,不再受到电线的限制。 Epson将提供您三大选购指标,教您如何挑选正确的热转印机设备。 1. 机型 配合不同种类的印制商品,目前市面上提供了非常多不一样的热转印机,除了一般的平烫机外,还有各种产品专属的热转印机如球类热转印机,马克杯热转印机,鞋类热转印机等机型,透过特殊设计让转印工作更省力。 另外,有些转印机还有一机多用的设计,例如四合一、八合一多功能热转印机是透过设备零件的置换来转印多种不同商品,无占空间,适合小型工作室,一机多用的优势也大受欢迎。 2. 效率 因应不同的转印需求,热转印机有多种不同规格,有些热转印设备主打高效率烫印,如上述提及的双工位平烫机,双工位让使用者可以节省更多力气及时间,适合有大量印刷需求的客户。 3. 尺寸 设备尺寸大小会影响到印刷成品,挑选设备前应先考虑最大印制尺寸,透过热转印机可印制的商品从小型的广告笔到大型窗帘加式都有,大型的布料织品像是旗帜,地毯加式可以透过卷对卷滚筒热转印机转印而成,大型的滚筒型热转印机可完美提供大型布料一次性的转印。 看完以上热升华的设备介绍,相信您也对这项技术有新的了解,热升华推荐一声热升华印表机,多款规格任您选,操作简单好上手,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